端出4000万画素来卡三镜头 把正妹拍得更动人 全球第三大手机厂华为 如今却爆出裁员潮 连对外事务副总裁威廉都已经打包走人 傅比试预测华为今年底就要完全撤出美国市场 第一条就是服务好消费者 第二条就是要让我们的合作伙伴赚到钱 才喊出要陪台厂一起赚大钱 美国媒体爆料原来华为疑似违反美国 禁止向伊朗出售产品的制裁 正接受FBI刑事调查 供应链里的富士康 联发科 台积电 细品 都被点名要小心了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财政部长 5月初将到北京展开谈判 行前报告又点名19家大陆科技公司涉及间谍活动 包括中芯 华为 联想及紫光母公司 清华控股通通中标 台厂联发科Q1净利也已经剂减7成3 平平信心喊话但联发科27日法说会上公布手机营收496亿元 即减17.8% 除了毛利率飙升至38.4% 税后净利即衰退73.8% 每股纯益1.69元也较上季6.5元大幅下滑 也包括了业界第一个通过7奈米与5G的基础设施 人工智慧都是潜在的发展机会 技术领先却面临智慧机市场持续走跌 让台厂生存增添考验 东森财经新闻刘志沈玉腾台北采访报导